好,这期视频我给您讲到的是这个RG353V 好吧,然后首先呢,还是从第一部分开始 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它的各个配件 然后第二部分呢,还是从它的游戏数量 第三部分就简单的一个验击过程 首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先把这个盒子打开 盒子打开以后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是带了一种个薄膜的一个包装 然后再配上一个这种泡沫垫,显得很高级嘛 然后呢,我们的机器是主要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每一个游戏机的里面 它都是默认的会自带一张16G的一张系统卡 在上面这个位置 然后呢,根据它的版本不同 后面会有64G或者是256G的游戏卡在里面 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不同SKU来定的 当然您这边也不用特别去管这个游戏卡 因为我们可以随机来进行搭配嘛 好吧,然后这个是游戏主机和它的游戏的泡沫垫 这个先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底下盒的地方的话 也是一个Type-C的一个数据线 加上一套 然后钢化膜的包装 这个尺寸呢,也会给到你 因为它不同的型号 353的系列也不是所有的都会共享一个钢化膜 加上这个配套的一个贴膜工具 然后还有一个是RG353V的一个中英文的使用说明书在这个地方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配上一个同样大小15x10的一个拉链包 然后里面呢也同时附上一个mini转HDMI的一条HDMI的一条线 这是它所有的这个配件RG353VS的 好吧 所以先放到一边去 然后呢,与我们的SKU而言的话 我们这个RG353VS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紫透,propro,transparent,propro 另外一个是white,白的颜色 然后呢,然后是两个颜色 然后SKU的话也是两个版本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256G的游戏卡 在这个位置,256G 它的游戏数量是34,522 然后还有一个是64G的一个版本 这个一种游戏数量是22,818 就目前而言353 然后简单的验机步骤跟那个其他的基本上都一样的 你试一下上下左右的按键 然后还有这个AB和XY各个按键 看有没有这个反应 好吧 A是有反应的 然后还是这个摇杆是可以上下左右的 然后这个摇杆是在特定的游戏里面才会有 所以说这个摇杆你不用管 然后后面那个背键也是这样 简单按一下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就是关机 好